面對夾張風暴嚴燒 時恩柯文哲 進總副總幹事的陳志涵 低調到黨中央開會 而現在包括陳志涵 跟副秘書長許甫 夫妻黨都遭柯粉 點名危機處理 太離譜 此生柯粉林喬瑜 在臉書和LINE發文 苗頭對準陳志涵和許甫 直言黨中央可以一直對外出包 而我們基層支持者 卻只能一忍再忍 出了這麼大的事 還不准黨員發表意見 戰狼夫妻派的人 繼續護航沒關係 把鎖挺柯文這人越推越遠 第三勢力沒落就回歸藍綠而已 開酸只要看到陳志涵許甫 記得都要誇獎辛苦了 誇他們說你們所有的事都沒錯 錯的都是我們支持者 可以理解到支持者現在 對於很多的整個過程 可能會有一些不滿跟焦慮 那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們也會檢討 不只資深柯粉不忍了 包括最新民調 對民眾黨有好感的人 大幅減少四點七個百分點 反感的增加十一點三個百分點 五感的增加三點八個百分點 如果以一個百分點 十九點五萬人計算 過去九個月流失近三百萬人 新增兩百二十萬人反感 如果用零到一百分比喻 民眾黨感情溫度是四十點三三 遠低於五感的五十度 顯示情感溫度真的很冷 人民恐怕現在對於柯文哲 對民眾黨已經是非常的失望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你的危機處理 還是不斷的去欺騙 民眾黨最後 終究還是會徹底的泡沫化 賬木贏於一日未解 可粉持續找戰犯 民眾黨能維持多少政黨能量 水崩式的民調 小草還能 丟多久 去年總統大選期間 柯文哲找到重享國際舉辦公關活動 為了拉攏年輕族群 合體百萬網紅草爺拍片 還特地南下到對方 在台南的夾娃娃機店 合作讓粉絲夾娃娃得積分 抽手機的活動 一人一枚硬幣守護娃娃機權益 為了支持娃娃機轉型推出活動 但當時中獎的三位民眾 被要求先匯兩千六百三十九元稅金 給主辦單位 卻依然遲遲沒收到手機 反而收到一箱柯文哲的文宣品 引發不滿 根據週刊報導 草爺在得知公關公司財務周轉失靈 由團隊出面帶電手機費才平息紛爭 總金額為十萬八千一百九十元 而公關公司連草爺的拍片酬勞 也是拖拖拉拉 對此草爺也發出聲明回應 民權店是因為租約到期結束營業 和柯文哲爺爛帳疑雲無關 而換不到手機儀式都是由洪信前員工負責 和重響國際聯繫 目前該員工已經離職 並沒有留下書面文件記錄 不記得詳細內容 未來也不願再多做回應 敏感問題 柯文哲不回應快步走進活動會場 跟南部青年拔鋼警 但前一天才要求黃珊珊負責善後小組 天天開記者會說明 馬上有人不同意 前民眾黨秘書長謝立功 傳達黨內反三派聲音 質疑柯文哲找黃珊珊善後 有求援兼裁判之嫌 且黃珊珊有立委身分 誰敢對她究責 認為她應該先辭立委 慈不慈立委 黃珊珊只說下午查帳記者會回應 隨即快閃上去黨部 但中評會20號就做出懲處決議 前幕僚分析 柯主席有這考量 邀他慈掉立委 可能又會多了一個柯黑之類的 有戰鬥力的人也越來越少了 所以這個時候 再去犧牲掉一個黃珊珊 其實對她來講是很不利的 今天黃上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打算 要做這樣處置 謝立功更建議 可以把蔡壁如 陳婉會找回來 共渡危機 夾帳爭議未平 黨內山下聲浪起 民眾黨上演 逼宮打戲 三勝周圍智 續宣S小組台北裁縫報導 柯文哲你要聽黃珊珊的話 你要當階下球 四場一五七 我覺得是笨的 跟機一樣 現身北檢 想到藍白和破局 起到爆出口 國民黨北市議員 鍾小平19號再位兩岸 加碼告發 時任柯文哲競選總幹事 黃珊珊 他們都第三 都說成第二 拿著求證民調 去跟金主募款 從頭到尾主導假民調 我們要告他選爸爸 意圖只侯友宜不當選 就是黃珊珊 續追尼奧時樂消失的916萬 要求檢調約談黃珊珊 另外大選 談藍白和期間 民眾黨委由求證 進行民調費用高達 990.7萬 換算下來 每分要價百萬 質疑高於行情 尤其十一月份 柯正營幾乎兩三天 就坐一次 十一月十四號 付了56.7萬給求證 隔一天再派出求證 總經理關志宇 擔任談派要腳 關志宇也一併被告罰 黃珊珊 從頭到腳都是綠的 我認識她二三十年 每一根那個毛髮 都恨死了國民黨 黃珊珊以多份昂貴的假民調 摧毀了在野合作的契機 她是罪魁禍首 柯文哲假仗風暴 不少藍營基層看準機會 要意圖藍白和破局怨氣 但藍營高層第一時間 卻是對柯主席送暖 傳出黨中央拍板打山不打柯 除了十月十三號 凡霸梁需戰友 未來立院也得合作 維持過板有史 我們的政治利益 擺前面沒有道德式 連柯文哲發生這種事情 幾乎都不敢聽聲 柯文哲面臨創黨最大危機 朱立倫溫馨喊話 想藉此換取日後 更多合作遭被看破手腳 三重黃傳播 我們學院台報道 金華城案如何取得 史上最高容積 媒體人李正浩揪 二零二零年三月 關鍵便當會 時任副執掌黃先生 可能奔演關鍵角色 如果願意來的議員 每個人分配三重 他把他問題就先寫好 然後會交給局處 去做演理 誰敲了百億利益 柯文哲輕描淡寫 全推給當時便當會 陳情議員印曉薇 只不過金華城案是 督法局業務主責的副市長 彭震生卻未參加會議 黃先生倒是列席與會 國民黨議員有時候會更爆料 國會擴權法案 立法院朝野混戰之際 黃先生坐在位子上 不是研究擴權法案 看的資料 正巧就是金華城案 有主會直言黃先生 曾說跟金華城案 與他無關 但如今再看相關資料 難道是緊張了嗎 就連柯文哲心腹蔡壁如 日前這番話似乎也埋伏筆 他是律師 他懂了閃抖法律 他可以 就跟金華城一樣 因為怎麼樣調查 都不會調查到你嗎 都只調查到柯文哲嗎 柯文哲要送給金華城 840%的容積的時候 你是有在便當會裡面的喔 你有沒有阻止過柯文哲 還是你是樂觀其成 對於各界質疑聲浪 黃先生辦公室表示 一切公開透明可受檢視 只是金華城案為何突然在 柯文哲市長第二任期 加速處理 其中黃先生是否扮演關鍵角色 還是得清楚對外事宜 三十五黃玉凡 或採用台北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同光前立委蔡壁如 18號一同到台南的 黑橋白博物館參與創業論壇 在活動會場中 兩人雖然有不少互動 不過由於沒有開放媒體採訪 外界不得而知 他們的談話內容 而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 曾經多日後 終於發文表示自己生日當天 柯文哲很晚才回來 而且沒有經過自己的同意 就去冰箱拿蛋糕出來切 原來一整個圓圓的蛋糕 前一天已經被他剋掉一半 讓他相當生氣 而在貼文下方 陳佩琪附上一張自拍美照 不過照片卻被眼尖網友發現 透過右上角的玻璃反射 可以看出疑似是柯文哲 拿著手機掌鏡 不過看起來像只穿了 白色內衣家內褲 對此政治評論員吳靜宜 也在dreads上發文 要大家一起來找查 照片曝光也引發網友熱議 好奇他到底有沒有穿褲子 也有人說潮水都退多久了 阿伯還沒找到褲子嗎 柯文哲近日捲入政治現金風暴 所有的一舉移動 也都成為外界焦點